翻向上楼 然后您去顺利角度 然后也按按顺利角度 在上楼的过程中 这个轮始终靠近后的台阶 自动锁锁 自动装脱了 当您要是其他停在哪个台阶的时候 停 这就非常好 那是由于我的老伴有一次 我跟他出去散步的时候 腿蹲了 进骨折 然后我把它掺上楼是非常费劲 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下定决心 我们应该搞一个逮捕工具 楼开关搬向上楼 我已经跟他说了他非常高兴 因为他在我们家住在六层 六层比较高 他根本就下不去 已经两年多下不去楼房了 现在我买车让他下去去看看 因为市里的变化太大了 好 好 各位 没有 有点 首先我进行了三个调查 第一个调查就是我们中国有残疾人8296万人 第二个调查我们中国有老年人1.32亿 另外我们今后中国20年是进入老年社会的时期 老年人每年都要增加 第三我们中国的大中小城市普通居民楼 它的楼房都是五到六层没有电梯 这就决定我们应当有一个代步能够上下楼的工具 第二个调查 中文字幕——YK